细胞孕育着生命的本源 细胞也是构成了生命的最基本的单元 在显微镜被发明出来之前 人类对细胞的认识就像现在的画面一样 什么也看不清楚 光学显微镜的出现 使得我们第一次能够看清楚 细胞里面这些丰富多彩的结构 显微镜自从300年前被发明出来以后 经历了多代的迭代 从最开始的光学显微镜 到共聚焦显微镜 到21世纪初的超高分辨显微镜 我们发明的海森结构光显微镜 第一次实现了在活细胞内高频率 长时间的记录细胞内的精细 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 生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 我们只有看见了生命运动过程 和疾病发生的原因 我们才能够更有针对性 更有效地去治疗这些疾病 因此生物影像科技的发展 将改变生物医学和每个人的未来 我们这项技术在光学 控制图像重建以及生物学上都有大的创新及新的发现 在光学上我们对硬件进行了重新设计 在控制上我们设计了高精度的实践控制 在图像重建上我们利用活细胞结构的空实连续性 设计了一种非常高效的高精度的图像重建算法 在生物学上利用这种新的成像技术 生物学家已经观察到了 以前传统的荧光显微成像技术 从来没有观察到的新的细胞结构及动态过程 我们所发明的超快长时程海灯结构网专门显微镜 是目前世界上成像速度最快 成像时程最长的超分辨率显微镜 它是基于这样一款NA是1.7的物镜来实现的 NA是1.7的物镜它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在照片的时候 它能够以再发NA照片样本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获取更高的分辨率 第二它在接收荧光的时候 可以去以更大的角度去接收荧光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对比度 与这一款物镜相匹配 需要一款高音质的拨片 这款高音质的拨片国外有一款蓝宝石的拨片可以来实现 但是它的价格极其昂贵 大约是50美金一片 如果我们一天做10片细胞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需要500美金 这对于一般的生物实验室来说是极其昂贵的 我们就自行发展了这样一款拨片 它的性能跟蓝宝石拨片性能是一样 但是它的价格却只有蓝宝石拨片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有这款拨片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以低成本的方式来进行一个高同量的生物学实验 此外我们还自己研发了这么一款 百分之一拨片旋转阵列 是用来保证我们的结构光 在不同方向入射的时候 都能够有最大的对比度 前人的方法基本上是用液晶的方法来实现的 它会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 大概是10毫秒到20毫秒 我们这款产品 它是不需要任何的时间 去切换这个光的圈整方向 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这个速度进一步往前推 在实现超高分辨的同时 还能实现每秒1692张的成像 传统的显微镜只能实现视频级的成像速度 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我们不断地去优化和逼近控制系统的极限 我们的同步精度可达50纳秒 基于自主设计的芯片阵旋转波片阵列 应用高精度的时序控制程序 获得超快超分辨的成像 通过每9张原始图像得到一张高分辨的成像 从而实现每秒188帧的超分辨成像 之前的结构光照明显微镜 无法进行连续的长时间的拍摄 我们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结构光照明显微镜的 硬件和软件系统 能够以极低的光照强度 或者以更短的曝光时间来照明样本 但是在这样快速的成像过程当中会引入 低性照比的重建问题 现在最先进的TVSIM和RLSIM 它们都会在重建的超分辨图像中出现雪花状的围影 这些围影我们发现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连续 一闪而过 而生物细胞它的信号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连续的 我们基于此令皮吸尽地提出了HISEN-SIM 它能够在保留时间上和空间上都连续的生物信号的同时 滤除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连续的雪花状的围影 攻克了在低性照比条件下结构光照明显微镜的重建难题 HISEN-SIM成像技术的低光补性的优势 可以适用于细胞内的各种细胞器的研究 尤其是那些对激光强度敏感的细胞器如线粒体 线粒体既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场所 也参与如细胞分化、细胞信号转导 以及细胞凋亡等过程 线粒体的内膜向内凹陷形成极 一般只能在电竞下观察到极乐心机的结构 而对于光学显微镜而言 空间分辨率比结构光照明显微镜更高的超分辨成像技术 如STED则需要更多的光子数 也就是更高的激光强度 而线粒体说的强激光会产生过多的活性氧 导致线粒体内部结构的破坏 不利于超分辨的成像 而HISEN-SIM对于线粒体级的成像的结果 则更接近于电竞 并且同时可以进行活细胞的动态成像 获得线粒体内极的动态信息 同时也为线粒体内部蛋白的空间分布的研究 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因为我们知道生命本身是运动的 所以它运动的这些本身就包含了所有的信息 如果我们能看到它在活细胞里面 它是怎么样变化的呢 我们就有可能能知道 它在疾病的发生的时候 它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怎么样动态的从一个状态变成另外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我的实验室从事细胞内分子马达的研究 分子马达是一类蛋白质 将细胞里面的东西从一个地方转运到另外一个地方 它的功能的异常 与多种人类疾病 例如肿瘤 或者神经退行性疾病 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么分子马达它的尺寸只有不到100纳米 却能以每秒钟1000纳米的速度 进行快速的运动 所以这么微小的蛋白机器 这么快速的运动 用已有的许多显微成像的办法 是没有办法进行实时的 或在活体的状态下进行观察 Hatensim显微成像技术 为我们提供了 比目前已有的显微成像 快100倍的时间分辨率 和将近2倍的空间分辨率 那我的实验室的成员 平均每个星期来 使用Hatensim大概2到3次 我们采用这样的Hatensim 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 使我们看到了细胞里面 原来从来没有观察到的分子马达 运动的一些新的特征和新的行为 所以Hatensim显微成像技术 对细胞生物学家来讲有着迫切的需求 我从事的是有关于世纪遗传病的基因诊断 产前诊断以及治病机制的研究 其中有一种病叫做配酶病 这个病是对孩子的发育迟缓 还有脑半值的发育落后 就有特别大的治病的意义 以前对于它的治病机制的研究 认为它是在内脂网处击以后引起来的疾病 那我们应用Hatensim的这个显微镜 来进行内脂网方面的这些研究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的一些形式 接着我们在应用这个显微镜 又做了它线离体方面的研究 通过这个显微镜 对这种神经遗传病的这种治病机制的研究 可以对它们的发生发展 还有它的治病的意义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这个显微镜的这种操作相对比较容易 而且它更加容易得到更有效的一些数据 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另外在这个显微镜的应用下面 我们还可以对于一些新的药物的靶点的寻找 应用药物来治疗这个疾病 也具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Harry Shroff教授在Nature Method上的棕述 用图文评数表明 海森结构光显微镜 是最灵敏的结构光超温辨率显微镜 与一般的结构光超温辨率显微镜相比 其灵敏度高10倍以上 连续成像的张数也至少高一个数量级 因此能观察到线粒体分裂时的 内极结构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